换一句话说 它的原理原则不变 它这个做法是要改变的 那个不是一尘不变的 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中国人跟观世音菩萨缘很深 真的是家家观世音 护护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经典 普门评念的人太多了 经上不是说 观音菩萨随类化身 应一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 这就是千言变万化 它不是一尘不变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原理原则不变 形象方式是多变化的 随即应变 经典不变 注节就变了 注节是什么 注节是应用 我们要回看注节 看到 汉朝人的注节 你想 金干经 这是在中国 这个经典里面 知名度最高的 汉朝人的注节 就是对汉朝人 讲金干经 那种讲法 他们听了很有受用 得离了 到唐朝时候 为什么要重新的做注节呢 老的注节为什么不能用呢 唐朝人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思想 见解 跟汉朝人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换一句话说 汉朝人生的那个病 跟唐朝人生的病不一样 那要是用汉朝那个讲解的方法 解决不了唐人的问题 必须要有新的讲法 唐人才得离了 那么到宋朝时候 又出了新的注节了 为什么不用唐朝的呢 宋朝人生的病 跟唐朝人又不一样 必须要新的讲法 才能帮助那个时代的众生 你看金 一个字没有改 讲法不一样 这才能得受用 所以一部金 有几十种的注节 几百种的注节 道理就在此地 金不变是切礼 讲变根是切积 一定要切积切离 才真正得受用 切离不切积 众生得不到受用 切积不切离 那是魔术 那是魔术不是佛术 那是误导 不是这个纯正的引导 这是我们读经 特别是讲经 必须要明了的 我们是现代人 现代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像刚才讲的是种种价值观 跟从前人完全不相同了 180度的大转变 那风法则今天还能用得上吗 用得上 决定有用处 但是那个讲法要变更 如果你还用 古时候那种注节来讲 现在人当然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你叫人 现代人去做古人 遵守古人那种生活方式 那不叫开道签吗 哪有这种道理 特别是在外国 我在美国说过多少次 东方的法师到美国红法 一百多年来 美国人没有敬佛堂来 一般人都怪 美国人没有善根 一句话把人家糟蹋透了 哪里是美国人没有善根 是我们自己没有善根 没有善巧方便 不怪这怪自己 就再怪别人 这去不叫颠倒 自己应该要翻新 我们的故事在哪里 我们在那里建道场 是建中国宫殿式的 我们在那里建访